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非常高兴 三门的短轴新位是90已经到车了 那我现在是在经销商有一个比较遗憾 因为这个车并没有做完PDI检查 如果查出问题 车还得反查 所以像上面这些膜我们就不摘了 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车 因为新位是个造型已经上了一段时间了 并不意外也不新鲜了 那短轴相对于长轴 它有它的优势跟劣势 我们注意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车的轮子是双6V条的轮子 很有力量感 轮胎是255 6519 这是一个比较难换其他尺寸AT胎的 当然了 它原配了一个 固特伊木马人的轻量化AT胎 90%的用户拿它就已经足够了 车头并没有什么太多意外 车身侧面一下就看出来 三门短轴版本的特点了 需要注明一下 我们现在是路虎自己内部的车位 所以一下就占了三个 经过人家的认可了 没有妨碍社会的车位 你看这个侧面的造型 一下就变得年轻很多 那个五门长轴版 很多人说都是有家有孩的人才去买 没问题 现在这个小年轻就喜欢了 目测 它不含备胎的车长应该不到4米4 整体来说长度还是非常短的 在算上空气悬架把车升起来之后 它的中间离底间隙就会非常高 所以它的浴野能力 一下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相对于长轴的版本 那跟长轴最大的不一样 肯定是源自于这个区域嘛 它的这个前门 比长轴版一下长了太多了 打开之后你看这个感觉 你知道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吗 这个大门 因为它的试板 是跟五门版用的一样的试板 所以这个试板只能覆盖车门的 大概五分之四的位置 而后面这个位置都是铁皮 明显是夹出来的 所以这个侧面就显得年轻了很多 不那么油腻了 我们再看一下后备箱 这个屁股大部分 跟长轴五门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地儿 它的这两个脱钩非常的明显 在长轴版本是没有的 它的前脱钩跟长轴一样 是藏在一个盖板底下的 这辆车是直接漏出来的 有一点点问题 它的前脱钩 可能在上面留的空间并不够 一旦要脱的话 容易蹭着上面的前杠 那么现在打开车门 很多人老纠结说 这个门应该在左边打右边 其实都无所谓 各有利弊 搁在这边打也有好处 我驾驶室过这边来 直接开门就行了 虽然绕到那边搬东西 有点问题 但是其实是无所谓的 好 车门开合的角度很大 打开之后就凸显了 短轴三门版本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个车坐四个人的话 是没有地搁行李的 这么小的行李空间 对于一个出气玩的车型来说 是非常不够的 同时跟五门版一样 这后面都是这种防寡防水的材质 包括这个后排的后背 也是这种材质 这个车因为它是给年轻人的车 基本上就是小两口 并没有孩子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去坐这个车 所以它常年的模式 不应该是这个状态 应该是这样 放倒的状态 所以它的储物环节 应该是第二排放倒 才是这个车最常见的储物环节 但是又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首先它这边是有一个金属杠子 它的整个座椅是在金属杠子之上 我刚才在后排仔细的尝试 各种缝隙里面 把后排坐垫 看看能不能扒起来 这样的话 它第二排不就可以纯放平了吗 但是扒了半天 发现说第二排坐垫 截止到现在 我是没找到 怎么给它扒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后排空间 并不能放平 这个就让我有点遗憾了 毕竟这是一个 两个人小年轻 出门应该拉很多行李的 你这种斜面的状态 这怎么装行李啊 还是我操作有问题 可能因为时间太短了 反正截止到现在 我是没找到 怎么把它放平的办法 空间是有小问题 但是细节的配置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两边有两个折叠挂钩 左边有12伏的电 同时这个车还可以选配气泵 内饰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主要是空间的问题 假设这个车坐四个人的话 应该怎么上 主驾调到了我的位置 这边肩部有个手动拉环 拉过来之后 它并不能形成连动 需要按这上面的一个按钮 它往前的时候 是一键到前面 往后的时候 因为它怕加腿 所以说需要手动持续按住 但有一个问题 它有可能会超过 你自己设定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想还原的话 那你就得回身 按一下这个G 它才能回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 所以这比较麻烦 好 那我们就先进去 看一下 如果做四个人的情况 短轴方不方便 我比较大 这么着进来 还凑合吧 还算是OK 上来 给它拎过来 前面是我的坐姿 腿部空间不到两拳 所以就是一个过渡 坐姿倒是特别高 视线倒还不错 在这个方面 但是有一问题 就是这边之前装梯子 包括装旁边的货箱的试板 也是卫视经典的设计 导致的 我现在这个视线特别难 而之前这块板在长洲车型上 是应该在地柱的前面 如今它在B柱的后面 就一下挡视线了 好在这边还有个 阿尔卑斯之光的 两个补光的窗户 显得并不是那么压抑 这边有扶手 在越过程中可以固定身体 后排的配置倒也挺高 后面的双驱的空调 包括两个USB的充电 两个点烟器 电源的供应是没问题的 甚至还有一个杯件 跟一个小储盒 在地板的下面 卫视还有一点细节 让我觉得很舒服 长洲的五门版就是这样 整个地板都是这种 防寡耐磨的塑料的材质 根本就不用铺其他的东西 裸跑就OK了 我觉得今天的小体验就是这样 因为外面现在金港正在比赛 也比较吵 没法给大家拍的很仔细 这个车的外观 前半部分 中控啊 包括前排的座椅 都跟五门的长洲版本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区别在我现在坐这个位置 有一些区别 这个车的车价也不会很便宜 因为它本身装的也是 3.0T的增压机器 很明显适合那种 富裕的小两口 并没有孩子的家庭 把它做一个玩乐的车型 它自身的越野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轴距很短 空气行价能升得很高 同时电子显化能力也很强 原配了固特一 木马人系列的 轻量化的越野胎 都是这个车的特点 所以是一个玩乐型的大玩具 好了 年轻人就可以埋下来了 哎呀 这金刚跑在这跑得真痛快 喜欢记得分享哦